请问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珊 今天珊珊非常的荣幸 手上一档的股票 创21年的新高 并且亮灯涨停 我把这份的荣耀 与所有人来分享 当然 今天为了庆祝这档股票 21年的新高 我决定了 只要 你们收看我的节目 或者是听我的广播 有听到的人通通可以参与 有看到人通通可以参与 只有这几天的时间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为你服务到年底 一路拼到底 一路赚到底 希望大家明年的农历年 能够过得更好 当然 这份的荣耀 很多人都希望能够与珊珊并肩作战 这段经营资源的过程 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坚持 我当时所告诉大家的是 IC设计 它是一个用头脑设计的一个产业 而它的毛利非常高 在近期全球股市动荡当中 我却能够为我的家族成员 还有许许多多的投资朋友 创了这样的贾集 一档 从新春开红盘 195块半的资源 到今天 272块半 这段的过程 我一直霸占它 一直多波段的操作 对 今天我赢了 今天我成功了 成功的经验 真的可以复制 因为我一直在复制 本间终究过去的成功的经验 也希望把这份的荣耀 与大家跟我的缘分 我们传承下去 祝福所有投资朋友 都能够旗开得胜 当然 在这样的格局当中 大家要讨论了 今天我们大盘 收了一个红K 而初步上涨的格局 然而 下周我们的台股 有没有办法 形成两只脚 或是直接V型反转 稍后我会针对于 这个大盘的格局 详细跟各位论述 在此时 真的非常的高兴 除了大盘这样的格局 我们期待之外 飙涨真的是无极限 脑矿真的是最珍贵 霸占自圆使命必达 资源是让我们 能够拥有财富的一档股票 昨天整个行情重叠了 格局当中 珊珊跟各位说 既然有日系的阿多仔 上看了315块 但我总是用本间K线的形态学 还有这个公司未来的前景 来告诉大家 我必须要拥抱它 我使命必达 当然除了资源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股票 下周有机会V型反转 或者是足底成功准备往上喷发 或者是我们的投信霸占霸占再霸占 我假日有两集特别节目 你一定要注意 假日的两集特别节目当中 一个是周六上午10点半新作占股 哪些的股票经过周四的洗礼之后 利空出境的V型反转 或者是足底的股票 法人开始逢低买进 这个时候请你们关爱 周六上午10点半的新作占股 而礼拜天下午1点半 有一集财经急诊室 会针对于33连续三个礼拜 都跟各位剖析IC设计 不管它的设计无息线 还是股价飙到无极限 你都一定要好好的停下去 哪些的股票 竟然能够连续三个礼拜 IC设计的英雄榜 那么这两集的节目 真的一定要好好的锁定 刚才各位有看到一张资料 我们先来看一下 对 资源亮灯涨停 创21年的新高 272块半 除了这档股票之外 这两集节目看下去 你就知道 一夜之间能够翻转你的人生 想买车车 想买大房子 你都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你一定要加入 一个LINE 一个Taragun LINE是小老鼠QQ33 Taragun是股市付钱金货 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是 LINE的部分在首页 常常有个股的研究资料 PO图PO文 还有一个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 至于Taragun的部分 盘中集讯息盘 颜色演变个股的操作 里洲TVYouTube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今天这个大盘 有让各位看到红色了 那么这个红色跟这个K线 下周会如何的演变呢 我们来看 今天这个大盘 开瓶高 抖一抖 中场没有涨很多 而今天单一K线 红色的 所以K线名字叫做十字红 那么这个十字红 伴随到昨天那一根的 大阴线崩落 有没有关系 昨天我跟各位谈到 开战了 俄罗斯先动手了 造成全球的股市人阳马帆 昨天这边的低点 跟这边的崩跌 我都解释过了 昨天九点半 第一波低点 十一点CNBC BBC的记者传来爆炸声 从这个点位 全球的股市迅速的崩跌 而俄国真的入侵了 人家那个乌克兰的领土 所以在这个行情当中 造成了昨天这根线 直接 蹦下来 而这根线蹦下来 我必须秉持 本间K线客观的精神 告诉大家 形态叫做短头成立 而当时我们封关当天 有一个17633 这个低点 昨天很不幸的跌破了 而昨天 它是带成了一个 带量下杀 直接下趴的一个行情 那么我昨天提醒大家 关键价给各位17633 只要能够站上17633 那么代表昨天只是一个 恐慌性的杀盘 然而今天奇迹出现了 今天我们大盘的收盘价 站回去17633 虽然各位看到 今天这根线 小小的红十字 但是对于本间K线来讲 我必须详细的告诉你们 他们下一步的未来 这边当时有一个 叫做17633 今天的收盘有站回去 然而在这个 星星夹杂金的量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这种线 不用很大的量 这样就OK的 那么这个线 种在这个位置 它的形态扭转过来 变成终继十字星 也就是这根线 种在这里 已经初步化解了 一个短头部的现象 但是这根的线 它并非非常的强势 但是也不弱 也就是多与空两派 在这边挣扎当中 今天多头略胜一筹 但是这根的线 出现在这边 它只能算这边 修正过后反弹的终继段 所以下周非常的关键 下周给各位一个口诀 头过伸就过 断脚避重挫 所以我今天要给所有的人的关键价 是今天这根十字红的高低点 只要下周能够越过今天的高点 那么整个大盘 两只脚确立 那如果再跌破今天这个十字K的低点 二话不说 大盘还有一波的下跌 大约到万奇左右 所以今天这个格局 我要再讲一遍 这个形态转变到今天 叫做中继十字红 关键价给今天这根十字K的高低点 今日以初步化解短头部 因为先占回17633 那么今天唯一的败笔是反弹力道稍微不足 因此收十字K 那么下周投过伸就过 断脚避重挫 我们期待就是走前面这条路 那么过上关架 等于两只脚成立 那么代表利空全出近了 破下关键 孔再回撤万奇附近 弹我解完了 但是在这个当下 请各位的思绪 心平气和 珊珊昨天还跟各位讲到 一个成功的人 临危不乱 一定是心平气和 用他的头脑来思考 磐势的下一步 而在当下 你的策略是什么 你的选股是什么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 成功的案例 资源 珊珊始终很霸气的 霸占资源 今天创21年的新高 272.5 这段的过程 我始终很幸运 能够天天定价 结果都是此波的一个低点 昨天这种崩跌 400多点的行情 我说过 我9点13分定242 结果 这个时刻 叫做12点23分 被我们等到了 结果尾盘 戏剧性的 没有随大盘的崩跌 反而是往上拉 当天的新成员 242到248 6块钱 看得到 吃得到 也赚得到 尾盘既然大脚 不怕俄罗斯 乌克兰的事件 继续大胆狂买 而在23号的当中 339.8分定价 定238 结果在这个时间点 叫做9点19分 就来了 所以我运气也非常的好 又买到此波的 今天的低点 而尾盘 这个股票呢 各位发现 它呢 继续的滚量上涨 滚量到7.3万张 你们看 238 你这篇不买 昨天没有238了 所以新成员 只能买242 今天没有242 也没有238了 就直接飞到外太空了 你们还记得吗 前面一波 250 没办法手稳 我调节了一半持股 次日 我买233 233 238 22 这种强势的股票 就是让你 一直低点不买 就买不到 低点不买 就买不到 低点不买 就买不到 今天不用说了 直接跳空上开 飞出去了 21年的新高 这段的过程 每个人都很佩服我的脑框 我最近跟各位说 尾盘被做加2.5元 绝对加倍 加倍加倍在奉还 次日 直接还你好几倍的加倍 21号 我说你早上不买 没有低点了 要收最高 18号 238.5 上周五 每个人都很佩服我 因为我在这一天 2月17号 接回233 因为我前一日 250没手 我卖了一半 可是这边 我233的确接到 尾盘大单 看下来就是这个价格 一定全部成交 33霸占资源 使命必达 这一天 就是没有守住 250 我抛了一半 这一天 新春开红盘 成为历史 城堂的证供 你也可以把这张的图 表在墙壁上 给大家好好的公开见证 因为我当时跟各位说 IC设计进军车用特殊晶片 大家看到这个价格 195.5 再也没有机会 能够买到这么便宜了 因为行情 你一定要把握当下 抓住机会 机会非常的重要 人生要翻转 这个点位定多空 人生要翻转 这个点位变成彩色的 195.5 至今成为城堂证供 这张图真的非常的可爱 大家可以有兴趣的 把它表框 放在你们家的墙壁上面 33所讲过的话 我会记得 你们也会记得 我讲过什么 你们也会记得 我做了哪些事情 现在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2月7号 这根叫探底线 当时我画220.5 我说这个地方被它喷过去 你们就知道 33为什么标这里了 结果这边从这里 标到这里 后来你们都告诉我 这边两个尖尖的 对 这叫做两只桨 而喷到这里的时候 我要跟各位说 当时它在那边抖来抖去 没有手 250我卖了一半 我的股票很好卖 因为我不用追杀 而次日 233真的买到了 再来直接喷 当天5.5元 2月21号 不但两只脚 再为大家换两条线 我说这两条线的含义 是这个底型 准备喷出的剪照 33再一次的跟大家讲 霸占自圆 短中长坡 我都要赚 结果 2月22号 它真的有喷过两根红的糕点 但是当天收黑K 我还跟各位说 两条线一样有效 霸占主流 明日全力再扫货 赶快来预约加卡位 当天的行情看起来丑丑的 但是我请各位来预约 标股预约主流 结果2月23号 238的故事 大家都听过了 真的被我们买到了 我还跟各位说 238没有买到 要赚的人赶快来预约明天 结果事情又这么发生了 2月24号 全世界乱成一团 害怕插枪走火 害怕没有明天 但是33一样 乖乖的照顾我的家族成员 昨天242买到的故事 各位都知道 两只脚已经做成了 不用我解释 你也看得懂 但是这一波波段当中 谁能够像我一样 一路霸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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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调节一半 再霸占 再霸占 我讲过 一档贷财的好股票 你要用心经营 心 我与各位叫心 请看 直接喷到外太空 255.5 终于被它喷出去了 今天开盘 256直接喷出去了 形态做成了 今天你们终于明白 我霸占这档股票的雄心壮志 今天一根 宫顶 还亮灯涨停 还锁到底 还留多方切口 真的喷出了 21年的新高 真的飙涨无极限 这段的过程 从新春开红盘到今天 刚好三个礼拜 总共15个交易日 195.5 涨到272.5 足足涨了77元 总共飙了39% 换赚为台湾的定存 总共相当于46年的定存 三三成功了 我三个礼拜 15个交易日 帮你创造了46年的定存 这样的飙涨 我想每个人都会为我掌声鼓励 我今天必须 把我这份成功的经验 再度分享给大家 我始终跟各位说 成功的经验是可以复制的 一个富有的人一定要有所规划 所有的财富都会掌脚来找你 那么接下来三月份 要怎么样操作资源 有兴趣的赶快把握当下来问我 接下来 中难珍 今天占回55块了 昨天 微服的破线 我有跟各位说他吓到了 但是今天马上缩脚了 所以我还继续拥有他 然而这单股票叫做汉蕾 今天我特别标了两只脚 因为昨天101的故事 我说当时这边101 昨天收盘101 我们希望101成为他的两只脚 结果今天汉蕾很争气 有两只脚的形状了 而今天拉出了这根线 并且马上毙了昨天的空方缺口 所以这两只脚 会有99.9%的有效脚 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当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股票叫做沙奇马 今天还在这边一条线里面 三三的选股都具有后市的爆发力 在大难当中 我的股票你看这么老神在在 这张股票很棒 但是唯一缺的是量能 这个叫做量能 下面只要被你们看到 一根长长红红出来的时候 那就是你们几破头都要买的时候 这样了解吗 我告诉大家 辛苦的耕耘会有收获的 因为我看到未来 5G 电动车 元宇宙 大家真的要期待 接下来 这张股票 负财 今天杀什么 去年赚了3.21元 我先跟各位糟糕 3月3号这个公司下午法说会 很会赚钱的公司今天在杀什么 三三直接给各位答案 杀融资 主力 一路的压低杀 他在低档吃货 不然今天的量 历史天亮 我们看下一张图 三三跟各位说我周三在这边挨挨的位置买这条线 突破回撤修正的买点 但是经过这边的一个行情下来 我要告诉各位 他超跌了 为什么 今天这根柱子加上这个量 是所有人的机会 因为这个股票今天报历史天亮 而以本间K线研判 它是大阴线情天一注底的情况 下周注意了 有两种走势直接V型反转 第一种下周跳很空开低 你不用害怕赶快吃货 第二个下周直接开高站回83 你也赶快吃货 这档股票会V型反转 我今天先讲到这边 如果听不过瘾的 假日特别节目 两集一定要看下去 而在此时 我要提醒所有的人 乱世拼经济 本间K线加33的脑矿 带你一路赚到底 只需一价到年底 这个一价到年底 不管你们看我的YouTube节目 里洲TV 或者是听我的广播 只要在这三天当中 都有听有看的 你们都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只要一个月的费用 服务到年底 希望大家来分享 我们成功的经验 祝福大家能够一路赚大钱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 本公司以网值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